大家好,我是肖肖 今天给大家讲解圣灵残嘴 今天这盘棋无方九丹居 黑风16颗棋子全会居在 而黑风这里进竹叫沙 或者说这边这个主力气一瓶也是叫沙 再或者说哪怕这两个棋都没有 只要这个居一套 这个棋也是你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红方对不起呢 你只能说是赶紧平居过来 平居过来的目的呢 就是下一个禁居直接叫沙 而黑风这里能不能守得住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黑风这里上马来挡 那禁居砍掉 你再平方过来挡也是砍掉 也还是守不住这个棋 那这守不住 我老将能不能走开呢? 首先老将在走开 那必须把居要先走开 然后两个士必须再走开一个士 那这样的话才有可能性 但是居一步棋 若是或者上士两步棋 而红方只需要一步就交杀 老将现在就是走不动 也来不住 也来不住 马炮呢 也守住这边的棋 那就只能说进攻 黑风这里就得进足一江 老帅平不了 当然 当然 也只能 也肯定 是要做了这个炮 拱掉这个炮 拱掉以后 黑风这里 站 平足一江 当然 当然 红方老帅 不会胜 如果你一胜 他进居一江 绝杀 所以 红方 用帅呢 就可以平帅 红方 一碰 一碰 黑风就赶紧再追 这样的目的呢 就是帮我们的鞠 把黑鞠给它透出来 让它走出来 让红方平立不给机会 就再平帅 黑风也只能再追 再去足 这样的话 红方不会平帅 吃掉这个足 而是会退帅 做了底下这个足 这一来的话 这个居 现在还是不痛 交不了 也就只能说是 敬足一江 老帅呢 做了 拱掉 拱掉之后 你再敬足 一江 老帅 再做了 他在 他多足都灭掉之后呢 黑风这个鞠 可以说是就透 那黑风这里肯定有 近鞠 一江 等你上帅之后 然后 红方 上帅 现在黑风 黑风这里 你再继续过来 他退居 过来给你砍掉 那结果还是一样守住这个气啊 但是你这样的话 但是你这样的话 红方这里 他不会先 用马来打 而是会先平炮 平炮来打 因为只要把炮平开之后呢 把马 一上马之后 就可以守住 红方进鞠 叫啥子这个点 这一来 黑方平炮 红方也可以先进鞠砍掉 砍掉以后 那你现在一过来 他还 不是照样的 可以给你砍掉吗 但是红方 黑方这里 他会先弃居一江 不弃居一过来 把你的鞠给他移下来 移下来之后呢 他这里再回马 过来 现在他的马就守住 也叫啥子这个点 而你的鞠呢 没办法 不能进鞠 直接来将 如果你自己 直接来将 他的马 就可以给你踩掉 所以这里 是不能直接将军 而是应该先进鞠 先做一步他的马 那黑方 这里马呢 有躲 他把马过来呢 也是为了给自己的鞠 退鞠 争取一下时间 红方也就只能说平居坎马 那现在黑方这里 不管是上市也好 还是落市也好 这个起红方都拥不了 如果他这里落市 红方平居一江 他用上市 等你再平居过来 进居一到准备进居叫啥 他又可以落市 或者上市 那可能这里落市 赢不了 那既然反正你都赢不了 那我上市呢 大不了 那你抽个橘 但是你也赢不了啊 你上市 那同方自然是 进居一江 等你推降也落 他在进居一江 抽掉你的橘 这个把橘抽掉之后呢 好像还有 其实还有一点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也是不赢 红方好像只要把狙一甩 再退狙一江 这个棋好像都还有希望啊 但是黑方他会落市 把你过去的路给你阻 给你格斗开 你现在狙肯定不会坎市 坎市的话 那你这个棋还要败啊 所以他到底不会平居 来保这个马 而是会把他的马呢 那你这个棋 就会败 黑方 就还会败 所以他到底不会 平居 来保这个马 而是会把他的马呢 往旁边 往旁边 这样一把 那你如果说你这里 再过来 抓马的话 那他的马顺势 就走到巷口 这种马不行 他能够过来 抓狗呢 他过来抓狗 这个狗呢 也没有 躲的意 因为 如果你的狗一个狗 他一群巨过来 下来 进去野生 这有家 他也只能 上市 或者说 上市 所以这里他也是没有躲 没有躲这个竹的意义 这个竹反正都要被吃掉 不如果断的 凶 那黑方这里 就会赶紧的先 上市 等你吃土以后呢 等你吃土以后 黑方就会 先 上一个马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 你的狗想要退狗 进狗过来多足 那他就顺势的进足 你现在只能说是平狗过来 或者就算你不用平狗 也去一家 他就退 所以 那现在黑方这里的旗 双胜 有根 双四呢 也有根 而马呢 竹 都是有根的旗 你这个时候 你一家 一走前 哪哈也可以有 用将走前 所以这样一来 这个旗就成一盘和旗 所以 哪哈 黑方 十六和旗子 全部居战 但是 红方呢 的 区域 站为两口 刚好 有一个将杀的旗 所以 也让黑方这里 城市惨重 而造成一盘和旗 好 今天这盘旗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 各位朋友的观看